你知道冒险岛五大职业都使用什么武器吗? 首先黑骑士使用的武器是长枪或矛 主属性是力量 近战输出攻守兼备 影视使用的武器是拳套 主属性是幸运 拳套作为所有职业攻击力最高的武器 可以提高影视的敏捷度和攻击力 神射手使用的武器是弓箭 擅长远距离输出伤害 使用弓箭可以更好地发挥气特长 船长使用的武器是手枪 主属性为敏捷 可以召唤出强大的火力支援 另外自身满攻速持续输出稳定 光之魔导师使用的武器是魔法短障 主属性生命值 它不仅拥有高魔法伤害 还能为队友提供回血和保护盾的加成 另外装备是有品质之分的 从低到高分别为稀有 使诗 神器 传说 神话 这五个级别 装备的获取途径主要是通过材料制作或者交易购买 前期一定要先做个橙色武器 可以直接用到做绿装的时候